大家上周过得都还好吗? 欢迎收看2022年6月12号到6月18号的心理分析一周运势 随着星象推移,上周是土星逆行的第一周 中国四川又发生了一连五起的强症 索性没有造成太多伤亡 而火木白羊的河湘,也让国际间冲动暴力的枪击案频传 台湾更是有太极夫妇的凶杀案,实在是很不宁静的一周 本周天王与金星都在金牛河湘 所以各种旅游、美食、十一柱形的突破革新或者是新政策 也都将陆续被大家看到 加上水星进双子庙宫位置 各种五花八门的讯息也将开始蜂拥而至 尤其是轻松,八卦或营养价值不高的讯息 最近也将传得特别快 太阳双子本周也将跟水平逆行的土星和谐 或者是既定规范的检讨持续 各种陈英雄作秀的抨击或言论不断袭来 但却也是很好调整稳住步伐前进的时刻 至于本周星象对十二星座又会有什么影响 欢迎大家参考自己的太阳与上升星座 获得更丰富的资讯哦 白羊座,大医师荆州是本周最需要注意的 别自己努力辛苦了大半天的成果 因为一时的粗心或冒失而功亏一亏或大打折扣 本周也容易有意外的收入收获 或者是收到意外的小礼物 有一些自己需要好好厘清的感受 在开口与他人讨论前先好好的自己面对吧 有伴者容易觉得另一半在泼冷水或太顽固 但其实有可能是你自己太over了也说不定哦 金牛座,想换造型,换风格或者是进场维修 都非常适合的一周,好好装点自己再出发 工作上少说多做成绩口碑会帮你说话与背书 对人性保持太乐观天真的态度小心吃亏 你专业严肃的形象将为你带来正面影响 甚至带动财帛运势 爱情方面靠物质或甚至肉体性爱是换不到安全感或承诺的 但它却会无形中让人际或爱情互动变得复杂难解 双子座,很容易带起话题与就团旦相对的数大招风 也容易招引来不少叫情绪化的人 得不孤必有灵,稳住自己别随之其武 也深感命运业力灵性或精微能量的奇妙跟不可思议 或许会有让你感觉仿佛是前世有缘的人 或者是旧爱突然跟你有交集会听到他们的消息 面对权威,社会压力舆论,与其试图解释 不如自省,以免多说多错字打嘴巴 巨蟹座,把想法决定都埋在心里 只是一味往前冲,反而是被公办或是造成误会 多花一点时间沟通也多了解主流意见 对于你处理事情或做决定很好的参考价值 本周人际与爱情互动方针秉持谨慎小心先试探在靠近的节奏 最忌讳装熟或者是把事情或对方想的理所 当然更千万别打着为你好的旗帜 这些都可能造成反效果哦 狮子座,本周如果有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或报告呈现的机会 请好好把握容易一鸣惊人 也可能为自己的前途形象加分 拆旅,讨试或者在法诵事物容易因为粗心大意过度乐观而吃亏 本周的人际或爱情互动上都格外适合讨论一些实际或比较震惊专业的话题 除了对关系或者是探讨主题有收获以外 当然对你的形象好感度尤其是别人对你的信赖度大加分 处女座,本周在宗教信仰或者是哲学上将让你有新的领悟 也可能经由旅游或与教授师长上师交流 让你醍醐灌顶 有法诵、考试或国际跨部会事物繁忙者本周图飞猛竟如虎天意 人际或爱情互动上别被冲动冲昏头了 尤其你容易表面风平浪静心中波涛汹涌 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或选择 与其如此还不如表力如一呆之反而会让发展更顺畅 天秤座 本周贵人运或合作机会资源持续看涨中 有好人卖好资源就千万别松手 你的才华与能力本周在师长引领下将感到稳健踏实 甚至逐渐从中获得自信与成就感 本周人寄爱情互动上一流于感性诉求 但对方很容易自以为正义或自我为中心而不领情或让沟通困难 本周的约会或者是互动即便对方热情洋溢 都依然容易带有拘谨甚至严肃的氛围 天蝎座、工作或理财投资上 请小心过度乐观或粗心大意而招致的损失 也请留意貌事或天兵的晚辈与下属在工作的表现 健康方面也留意身体与心理过劳的后遗症或影响 与家人或关于家族议题或房产财产方面 有了实质的规划或进度 单身者容易遇到让你眼睛未知一亮聪明伶俐的对象 而有伴者也不妨听听另一半的意见 将可能带给你好点子 射手座、工作上的沟通 留意自己是否太固执不知变通 而无法接纳聆听属下或晚辈的意见 学习苦手的你 本周不妨利用读书会与同学朋友一起努力 相信会有不错的成绩哦 本周你容易有情绪化或依赖的倾向 其实好好的把想法说出来与对方沟通会比你耍任性或撒娇有效果 单身者尤其留意这种套路对好感度没有帮助甚至把人吓跑哦 摩羯座 忙碌踏实的工作步调虽然辛苦但渐渐看到进展与成果了 对养生运动再次点燃热情 但留意现实身体状况亮丽而为 会乱的作息饮食或忙碌的生活工作也容易是健康负担 本周爱情不管单身或有伴者 多互动寥寥 很容易发现认识的另一半或心仪对象之前你所不知道的一面 因此为关系带来新鲜感活力 单身者本周也容易遇到不错的新对象 水瓶座本周是非常能把你的才华目标好好展现并实际运作落实的一周 同时是容易糊里糊涂乱花钱的一周 也格外小心你的善良可能会被利用或欺骗 别随便捐钱借钱 本周不妨多与家人 室友或与另一半多聊聊 意味关系带来新气象 但对于不熟的人 就别这么随便跟他人掏心掏肺或装熟 好感度增加有限以外也小心被利用 双鱼座 本周有利于学习 对于学生或想学新东西的你来说都是该好好把握的一周 另一半家人室友的任性妄卫让你无力 但追根究底会有今天的局面其实是你纵容他们而导致 多跟姐妹死党聊天哈拉 很容易从中获得一些不错的想法或点子 感情方面过去的情史或者是曾经的糊涂是很可能再被大家拿出来嘴 如果有不伦关系中者 格外留意曝光 谢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本节目资料由洛师傅撰写提供 影片由吉吉印象制作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